各位比丘 各位比丘尼 各位沙弥 各位沙弥尼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上 那么我们今天佛妻第二天 佛妻 打佛妻 为什么要来打佛妻 他其实基本上就牵涉一种生命的态度 有生命的态度 生命态度是什么概念 有时候如果我们真要说 好像有时候我也会犹豫 犹豫说到底对诸位说 有没有利己性的效果 那么以前没有人这样 或者说有 但是不是那么样子的直接 也就是说打佛妻是一种生命的态度 生命的态度代表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 我要做什么生意 我立志将来要做什么 这大概也是一种生命的态度 也就是说我要运用我的生命去做什么事 这就是这种态度 那有时候讲的一个比喻一般一点 叫做人生观 灵性观 人生观 但是其实人生观太广了 而且有时候缓不济集 人生观缓不济 因为太广了 那什么叫做缓不济集 也就是说 生命其实是刹那之间 非常快速的 其实在佛教来看 生命的结束 从拥有到结束 其实是非常快 刹那之间 你拿无量节来看的话 那是很快 那么现在对那个三十岁前后的人 来讲这个事情 有时候会觉得 听听嘛 就感觉是这样而已 但对五十岁以后的人来讲这个事 应该就要有点感觉 如果你没有感觉的话 就怪怪的 什么意思 我讲怪怪的 这是好听 就是说 你要是不知道 大概就这种意思 但是这个话好像在骂人 有人又听得不愉快 其实是一种 我们讲的比较 比较脱底的 比较土质一点 就是说比较直白一点 那这个其实是带着一个 内在的一个警告 或者内在的好意 那也就是怎样 也就是说 其实生命它是一连贯连结的 那连结的 那你要用七天时间来打佛七 到底你 你人生当中 为什么你要花这个七天的时间 这就是代表一种人生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什么呢 是一种 应该是一种 很紧凑的 而且很谨慎的一种态度 什么态度 就是你打算怎么运用这一生 哇 这么严重吗 对 这么严重 我们平常 我们平常自己的生活 可以用一个下午或两天 甚至于三天 去逛百货或逛网路 然后只为了买一个包包 或者只为了买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花那么多时间的 那因为我们喜欢 我们要这样做 但我们并不知道说 我们这样子失去了多少 或者我们从中 到底换回来的是什么 换回来就是一个满足 满足说 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包包 我喜欢它 我喜欢 然后就这样 我换回这个满足 但是有没有考虑过 你失去了什么 我没有在讲道德 就是说 你搞不好这三天失去了 其实是更多 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佛妻如果三天的话 是快要一半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那如果佛妻你真的想要换一个什么 换一个往生决定 就决定一定往生 一定能够让你今生 灵命中的时候毫无恐惧 很笃定 就说我去哪里我知道 哇如果这七天能够这样 能够让你得到这个 你想这个效果大不大 用七天去换 换这样子 大不大 但是你却用三天去买 找一个包包 你觉得你换来的 大不大 大不大 很小 对吧 当然我讲这样就有人讲话了 叔啊 你讲那个话生活无趣 大家会讲 我就有趣嘛 这三天我就很enjoy 沉测在这种愉悦的 找寻的愉快当中 这样就够了 有人会这样讲 很人文的人会这样讲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那么就是你这三天很愉悦 就是愉悦而已 跟用七天找到一个决定往生 将来死之前 一点都不害怕 而且也不会给儿孙困扰 然后很洒脱的这样说走就走 那出家人呢 甚至于坐托立王 能够换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觉得你还那么在意那三天很enjoy 买东西的那种愉快感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在意 但是应该有先后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 应该是这七天拿到了之后 我再来enjoy那种生活可以 喝喝茶啦 聊聊天啦 喝喝咖啡聊是非啦 OK 那个时候花钱月下 你已经所作接班了 或者不要讲所作接班 或者应该说 你已经把重点抓到了 那好啦 偶尔放松一下 聊聊天可以 这样懂意思吗 生活也不必都这么 这么的 这么的 你要说他无趣 或者说那么紧张 当然可以 也就是说 打佛七其实牵涉一种生命的态度 你愿意用七天的时间 去完成一件 是不是你生命当中认为很重要的事 而且他有机会让你完成 你听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求往生 往生决定 你想想看 你可能生活困苦 你很可能感情困扰 你很可能财务困境 你很可能人际麻烦 你很可能对今天的社会或怎么样 你疏空堕堕 你很有意见 这些都是 可是哪一件事情是这么样直接了当的 在你临死 你个人的临死 这件事情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爱人 任何一个亲人 任何一个你尊敬的师父 师长什么 能够在内刹那帮你忙的 没有 就是你只剩下很孤单的 你自己要自己面对 而且更惨的是 如果你活得够久的话 你那些亲朋好友 你那些哥们 你那些什么姐妹 套们都死光光了 只有剩下你 你那个时代的人都差不多死光了 只剩下你孤零零的 在一堆 你不认 不能说不认识 跟你不同世代 跟你隔了好几个世代的 要么护士 要么医生 要么不相干的人 要么你的那个儿孙 但是他们不了知死亡的恐惧 或者困扰 围绕在旁边 然后看着你死 那时候你到底凭借是什么 能凭借些什么 当你想到这样的时候 那个不是叫做怕死 那个应该叫做负责任 对未来那个时间 躺在那里的你 听懂意思吗 躺在那里的你负责任 也就是现在的你 未来躺在那里的你负责任 你应该用现在的你的一切 没关系 你看你现在长什么样 好 你认为现在重要的 全部摆在身上 钱重要 感情重要 财富重要 名利重要 事业重要 没关系 就是你现在最熟悉的你 放在身上 就是你 然后呢 你观想 走进那个 未来 三十年 看你有几年 自己定 看你打算还活几年 没关系 你自己定 四十年 OK 也可以 你现在六十 你就是要活一百就对了 好 没关系 可以 四十年后的你 你走过去 你走过去 你告诉他 现在你已经替他准备好 你们两个人一起对话 你们两个互相对话 看那个躺在那里的人 会不会相信 现在的你所做的 是真的你曾经喂过他 那就是四十年后的你 所以你要知道 现在的你跟三十年后 四十年后 或者五十年后 像我们子豪大概是五十年后 如果他活了够久的话 是这样 五十年后 然后你就跟他对话 也就是你希望 你希望 五十年后你躺在那里 你会听到什么承诺 今天的你是什么承诺 是承诺给他很好的钱 很好的感情 还是很好的地位 你想想看 这种态度是一种很鲜活的 那个时候一口气不来 要死死不来 要死死不过去 要活活不过来 甚至于正在打强心针 乃波在干嘛 然后活得很痛苦 要想死又不能安乐死 安乐死是自杀又不行 那一点都不安乐 你懂吗 死是自然死 不能够加工死亡 加工死亡不叫安乐死 那就叫加工死亡 其实那就是杀 因为你加工有动作 所谓杀戒是 要他死 起动作 有杀心 这些成就 那命断 那就是杀 所以在很大意义上 安乐死就是一种杀 这样 所以这是一种生命的态度 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就是说未来我要死的时候 我去想就怕你 今天我为那个未来的我 做了什么努力 然后我会觉得 对自己觉得满意 还是不满意 那是个大问题 我现在快六十岁的人 我真的在想这个 我真不想以后 我自己觉得不满意 好懊恼 弃自己 弃自己 有机会为自己服务 因为这件事情 只能你自己服务 你儿孙都没办法替你服务 你儿孙能够服务的 就能够怎么 拿个饭桶 拿个什么尿桶 尿壶塞在你的屁屁下面 让你去尿尿 它能为你服务 顶多是这样 或者你不小心拉了一屁股 它帮你洗一洗 偶尔还不是你的儿孙 媳妇帮你洗 什么 未来搞不好是机器人 帮你洗 你懂吗 你懂意思吗 是这样 没感情 没办法 因为他们也很忙 所以能为你自己服务 而且服务这件事情的 真的还不是别人 只能你 所以你能仰望谁 所以未来 三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你们自己算 你们自己定义一下 要长要短 由你们自己定义 那个时候的你 你说你要怎么个死 你是你曾经在 多少年以前的今天 你被你自己服务 我能唯有你吗 唯有你能服务未来的你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能帮你的忙 这样子 就是说 你看得起 看不起 你感恩 还是懊恼 今天的你 要看今天你的佛契 所以这是一种生命态度 我说这种态度是很现实的 就是未来的我 跟现在的我 到底这个契约打得愉不愉快 这个服务关系 成就得 有甘心 有没有感动到自己 你可以想象 今天很努力 很真诚的努力 不是因为师父要求你 你很真诚的努力一天念佛一万声 每一支香都很用心 将来你要临终的时候 就算临终的不漂亮 你回忆起今天来 你觉得 我努力过了 我为我自己努力过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这种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 无法取代 这种失落感 回不来 弥补不了 临终的念佛也弥补不了 所以真的 必须在今天 为自己负责 就这样而已 我常常在想 我常常在想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让你们觉得 今天坐在这里 是你们自己的事 而且很有意义的是 居然每一个人自己的事 还可以贡献出来 帮助你周边的人 对吧 你坐在这里念佛 因为你来 这个佛妻才能成就的 如果今天报名只有三个人 结果月中比参加的人多 那就没办法成就 你看 为自己 真正是为自己 但是你也好像 在今天也为了别人 帮助过别人 因为你坐在这里念佛 对吧 是不是这样 ABC 五六个七八个 这样 近百个人 坐在这里 念佛 所以他自立立他 他生命的概念就变成 只为自己之后 又为了别人 这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要出门之前 我讲的 发菩提心 念佛 所以生命感就变成怎样 很踏实地知道 生死是自己要为自己服务的 这是为自己 那你又很清楚地知道说 我又能够服务于他人 你看你正在做服务他人的事 对吧 你在坐在这里念佛 就有服务了他人 所以你看 他服务你 你服务他 对不对 这样来帮助我们把佛念好 帮助把往生极乐的事情念好 哇 这就是自立立他 所以自立立他可以一语带过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思考 就是你未来会觉得自己为自己做的 真的努力过了 就算不满意 我也真的努力过了 那种 那种安然感 那种不后悔感 是比什么黄金 比什么临终怎么样子 来得重要 来得好 来得安心的 我希望诸位有这个安心 这个安心 你说那这个安心没有保证往生呢 对 但这个安心绝对是 能够让你安心往生的重要助缘 因为你不懊恼自己 懂意思吗 我该做一做 好 那么怎么样能够做到更好 就是以这个念头做基础 今天这个佛妻呢 我们这样想 阿弥陀佛 他在九远节来叫做法藏比丘 那么他照 他五节思维说 要怎么样成就一个 一个极乐世界 这个极乐世界呢 让我们的未来众生 能够方便的 用最简易方便而不理法性 也就是说 怎么讲 我要让你方便 但我总不能超越因果 超越法性的道理 那么没办法 你这样没办法帮你忙 那么在法性的道理之内呢 我用最低阶的标准 就能让你以凡夫的立场 离生死 其实世界目的是这样 凡夫的立场 你今生是凡夫 居然用这个法门 下一世就离生死了 而且直了成佛 不是去做阿罗汉 那更厉害 离生死有一种叫做做阿罗汉 也离生死 或者修出果 二果 三果 这些都叫离生死 但不成佛 就是生文人 要不就是离生死 正必知佛 也不成佛 必知佛是指独觉佛 也不成佛 然后结果呢 他离了生死 又没有成佛 又因为离生死 离生死就 糟糕 就离了 离了生死 就离了众生 离了众生 就没有众生可度 偏偏度众生 是成佛的唯一方法 六度 是成佛的唯一方法 结果你又离开众生 结果你这个叫做 不成佛的圣人 不成佛的圣人 他安住在那里 久远结 没有众生可度 但他又是圣人 又不度回生死 结果就变成是圣人 没有众生可度 也没发起度众生的心 因为没有度众生 却他是非成佛的圣人 他就停在那 长久停在那里 没有人能拉他出来 除了佛以外 要不就是他视线 视线是假的 当然不是真的 视线给你看 这样 所以说你知道的 在 圆绝经 还楞结经都有提到 这样子呢 叫做佛门内的外道 因为佛门内 是要让你成佛 结果你走到 不成佛的圣人那里去 你又是圣人 他又没成佛 明明我佛出事 这就是为了让你成佛的 怪怪 你没成佛 所以他变成走外道去 但这个外道是佛门内的外道 就这样 没有骂人的意思 他是告诉你说 你没有成佛 你入了佛门 没有成佛 有没有这种人 有 这我们不能勉强 我们也要尊重 他是圣人 但没有成佛 但凡夫不同 我是凡夫 可是我只要想要去成佛 那么这个是大心凡夫 经上讲大心 大的心 大的心 诸位就是 在经上有这么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位圣人 但他就是不成佛的圣人 叫做小秤圣人 带了一个沙咪 那个沙咪是凡夫 可是他心里这样想 我师父证阿罗汉果 但是没有成佛 我看我还是修植了成佛 那个阿罗汉一知道之后 不敢让他拿东西 还请他走前面 他帮沙咪拿东西 让沙咪走前面 那沙咪又觉得怪怪的 我师父今天怎么对我那么好 结果那个沙咪走着走着 人的心是生灭的 因为没有人指导他 没有人叫他守护这个大圣心 他想不过行菩萨道很累 会被误会会被排斥 会怎样怎样怎样 累结修都要在生死中修 哎呦满辛苦的 我这个人可以吗 我看还是跟我失误一样好了 想完了就退回小圣心 那个失误在本来走在后面 马上口气变 沙咪过来东西拿着 走我后面 马上就说他换你的位置 当然这可能是编出来的故事 但这个故事可以查一下 院行师你再帮我查一下 看看这是在哪里的故事 但这个故事一定程度的反映出怎么样 反映出他的尊贵性 即便你是在家世俗人 在家的世俗人 但你发了大心 说我要成佛 你这一心就很吓人 接下来再问 怎么成佛 后面的事情 不要紧你慢慢来 你只要死咬着 我生命的价值是要成佛 我虽然是在家人 我虽然是凡夫 哪怕是我现在是出家人 我还是凡夫 我就是学佛要成佛 拜托你有没有这个心 如果有这个心 已经是菩提心的出发了 这就牙已经出来了 我这个师父 如果这个万佛式的功德在哪里 这是唯一第一道功德 能够发这个牙 这叫大乘 净读法门就是这样 就是你在这个前提之下 这就是人生价值 你懂吗 就是人生态度 我的生命 就是要来成佛的 我再来投胎 固然是过去的夜感因缘 但是这夜感因缘呢 可以借甲修真 我就是要来学成佛的 虽然今生不能成 但我会迈向成佛之路前进 比如说 你今天听我这样讲 内心澎湃 澎澎湃 对 这就是我要的 我这种感觉的人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当你没有那么热烈 你也可以没有那么 那么兴奋 但是你想 我们师父这样说 我相信 人生来 每一次的来 就是学成佛 往成佛之路去 诸位这样了解吗 有这个念头成功 当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 那接着在想 不过 我 等一下 学成佛没有不过的 但是有个小小的不过 就是说 那我还怎么做 我还是凡夫 有自己的贪爱 有自己的责任 做不来 有自己的懈怠 我会怎样 好 两件事情 第一 怕退 最怕退什么 退这个菩提心愿 说我要来成佛 我生命的唯一价值 就是成佛 结果唯一价值是成佛 真正唯一要做的是什么 是度壮生 不是成佛 因为无佛可成 度众生是唯一 就是六度 所以大圣法门就是六度 就是这样 所以心里想要成佛 但真正做的是什么 放下成佛的个人感觉 个人渴望感 去行利益众生的事 这样 没别的 你想想看 如果说我要成佛 说我要赶快修 那要修什么 就修六度 不是修 不是修禅定啊 什么的 都不是这样 当然禅定 六度也在禅定之内 但是是为度众生的这个六度 这样叫修禅定 不是为修自己的修禅定 修自己就变成了生脱死而已 没有成佛 是这样 那么这个念头有了之后 你就在想 可是我吩咐 万一 第一 我是这样发心 可是这次一定做不来很多 人生很短 我刚才会讲 人生那么短 我一定做不来很多 第一 第二 我能力有限 第二 第三 万一 恶业现前 恶业现前比如怎样 比如说怎么样 有人欺负我 有人背叛我 有人欺瞒我 或者我得了什么重病 或者我最爱的人 最怎么样欣赏的人 早死了 原利我而去了 我痛苦 愤恨不平 撑 吃 恼 怒 哇 不想度众生 来不及 心中没有那个空间 能够行六度的 我就报仇 或者我恨 或者我怨恼 烦恼结辛 你怎么办 这就麻烦了 人生很容易这样 那还修什么 这个时候 只有一个法门容易救你 净土法门 因为净土法门是 跨过现在这些痛苦 把现在这些 想要利益众生 但是自己又这么的 受到环境的挑战 然后自己呢 呃呃呃呃呃 面对这些挑战 我刚刚讲 这些贪嗔痴 一直冒出来 的时候 哇 我怎么办 我做不来 好 就这个做不来 当做你的观察对象 做不来的心里怎么样 一个有惭愧心的人怎么样 啊 我做不来 我虽然要行菩萨道 我虽然要去做六度 哦 那对象了 整个都乱了 遇到痛苦 整座坏了了 整主坏光光 那个哦 菩提心哦 都快忍 快没有了 我好难堪哦 这个念头要给我有 给我保留住 知道好难堪 懂吗 难堪就好 懂得难堪就有救 无所谓就没救 我要你难堪 这种难堪 马上发生两件事 第一件事 我现在要怎么 我撑不住了 第一种难堪 第二种难堪 现在都难堪成这样 现在我都不晓得怎么做 何况我未来临终 我能够为我那个临终做什么 我什么都不能做 对不对 是不是 哇 这还得了 两个都不能做 两个都不能做 我们先看看 我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为我未来要做的 就是为他求生极乐 这件事情 难堪归难堪 为我求生极乐 能念佛 能起个念头 我要去极乐世界 人间这么苦 我想行菩萨道都行不来 对不对 是不是 人间苦 马上看到 所以只得承认 我的能力差 行菩萨道 很庄严 还真难啊 怎么办 临终会更难啊 但是我要去极乐世界 好建立一个力量 学会了 回路说佛来行菩萨道 这样可不可以 因为现在发现太难 对吧 但我要学的 我不放弃啊 我不放弃 我虽然做不难 我找个学校来训练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极乐世界就是我的学校 所以恰恰 现在最痛苦的是 逼着你去读书 对不对 对不对 去极乐世界读书 现在越苦 越逼你去极乐世界读书 只要你的菩提心不要丢掉 你就会发现两难嘛 对不对 我又要利益众生 成就佛果 先利益众生来成就佛果 可是又这么难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这么难 又想做 做不来 我要为未来的我负责任 我的生命的价值 是为了要行菩萨道 可是又这么难 那怎么办 最后一个路 我找个学校来读 把我训练得很坚强 有个专门的学校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所以现在的苦 恰恰成为 推你去极乐世界的决心的力量 你是因为发菩提心 你才会更感觉苦 你如果不发菩提心 你那个苦是自己的苦 但是发了菩提心之后 要利益众生 还利益不来 利益你自己 是一个众生 利益周边的众生 是这么多众生 通通lost out 通通利益不来 你看多惨 你听懂我意思吗 如果只为利益自己 然后你说 现在我利益自己 利益不了 那不会就一个人 利益不了而已 你就不能利益自己 对吧 但这些人 这这么多可爱的人 是我过去的爹娘 兄弟 姐妹 妻儿 丈夫 等等 都是过去互为这样关系的 我真想利益周边这些可爱的人 或者我认为我想要照顾的人 但这样利益不来 而且不但利益不来 我现在还这么的苦 哇 那么两边都失 只有一个方法 一次都满足 到极乐世界训练出来 第一 我能到极乐世界 我对三十年后的我 或二十年后的我 是不是有交代 有交代我 有没有交代好 有 有交代 再来 有没有满足 我能够训练好 来利益一些众生 有没有满足 生命 求往生 极乐世界 无论是对自己 有没有交代 或者是 有没有完成 人生唯一重要的利益众生 行菩萨道 这件事 是两样一起圆满 今生负责任 来世圆满 不提心 一生 七天的念佛 居然有机会完成这件事 哇 CP值很高 想起来就好愉快 嘴角会翘起来 真的 人生再麻烦 你想到这样 你就安心 安心决定念佛 这样诸位了解意思吗 安心决定念佛 这个态度很重要 要把我这段话 一再repeat的听 然后想 每一次要静坐 要念佛的时候 这段话要听清楚 对啊 我是发福低心 想要利益众生 但现在连利益 自己都很困难 而且 照这个今天 这个状况下去 一直混到 二十年后 我看更混 因为只有更老 只有跟身体更衰 衰弱 扭丝尽 心情差 健康公公过去 幸福不去 坐下跌倒 躲下睡不去 出去没底去 想要死又没胸 然后再会儿去 越老 越老 越不知道要去哪里 这种状况 越老越 越没价值感 所以 我就抓个一样 一直念佛求极乐世界 什么都可以放弃 这些都可以放弃 那就抓住了 为自己 再怎么老 未来再怎么样子老人痴呆 你今天所做的 一点都功不堂倦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儿女 你也不用靠他了 你会自在地走 大陆有这么一位贺老居士 那么 那么这个老居士 那么 他呢 帮我 帮我腾那个 五重悬议 后来五重悬议出了一本书 最近出了 五重悬议那个讲义 在那个 那个事务处那 有那个结缘书 随便你拿 那 那这本书呢 他当年是人头脑清楚 他小孩子都到美国去读书 当医生 后来我回到上海 当然啦 因为海外读书回来 跟爸爸意见不一定完全合 大家都知道 但后来也还好 后来他就住在儿子那里 结果老人痴呆 老人痴呆了 后来呢 他往生前三天 跟他儿子讲 三天后 我要回家了 他儿子想 老人痴呆 他说他要回家 他把他想着 他是河南人 河南 河南 河南人 人在上海 他儿子想说 他这班 我哪爸 老人痴呆啊 他要回家 我忙着要命 我当医生忙着要命 我怎么带他回家 我就不理他 他爸爸已经老人痴呆了 就帮我疼这个的人 已经老人痴呆了 你看老人痴呆照样清楚 两天后 又过了一天 他要跟他讲 两天后我要回家 他知道减一天了 又隔了一天 他要跟他讲 明天我要 中午我就要回家 中午 我飘得没干过去马 你回什么家 第二天中午 他就跟他讲 奥弥陀佛来了 我要回去了 你们要帮我住念 他太太 跟他年纪差不多大 那时候在河南 这个故事 是他太太告诉我的 两个都老太太 那老太太那老人很老的 跟我的关系都非常深 早年 早年 跟我关系很深 他就讲这事情 他很感动 干嘛 老人痴呆 连种出去都不知道怎么回来的 这么严重的 这么严重的 奥弥陀佛来解语 一点都不忘记 都不会痴呆 诸位 这是不是对得起自己 有没有看到 我就在讲这个事 你看 不怕病 连老人痴呆 这种不可逆的 最糟糕 连意念都意念不起来的 他就是意念的奥弥陀佛 他就是帮我做这个 五重悬翼的腾血 他完全的相信奥弥陀佛 进入到这生命的文字里头 所以我就说 做文字稿 帮我做字幕文字稿 会帮助很大 会改变人的性格 因为你一直听 你一直听会熏你的性格 就这样改变 真的很漂亮 往生的太漂亮 你也不怕 现在老人痴呆症很严重 大家都知道很怕 因为不可逆 而且看起来没病 你懂吗 那很麻烦 他就是这样 所以 有没有对得起自己 有 至少这件事情做到 我今天多了一点点 为利益众生修行佛法 你到极乐世界是去读书 读完了回来 真的就是为利益众生 而修学佛法 圆满大乘 圆满大乘 所以净土法门 是不是大乘法了 人家说是大乘法 是这样叫做大乘法 好不好 从到这里 我们大回向 记得 身体不太不舒服的 你就在旁边念就好了 能够跑的 能够跑的你一定要跟紧 跟紧 然后不要勉强 这个是一种修行法门 它让你动一动 这样而已 你没有修这个也OK 懂的意思吗 不要勉强 等一下大家起来跑西方的时候 要注意安全 昨天这样跑很成功 比过去这样更容易 不然以前要跑法夹弯 很辛苦 现在不用跑法夹弯了 跟紧 然后跟紧 因为一拉开来 后面就会跟前面 就会被 什么呢 就会被 灰师傅追到了 你就想象灰师傅是什么呢 无名业障 他来抓你 你懂吗 有人要抓到 走得快 但是你要合掌 不是在赛跑 懂意思吗 好不好 好 我们这样准备 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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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